半夜,男人听见楼上传出男女交欢之声,住在楼上的是男人最好的兄弟,以及兄弟的女人。 听见女人的交传后,男人却满脸烦躁,甚至将女友拉到身前疯狂发泄授欲,就好像他和兄弟的女人之间有着难以言说的秘密。 故事还得从一个叫阿宝的年轻人说起,阿宝是个厨师,厨艺了得,可他不仅给活人下厨,还给死人做菜。 原来,阿宝天生一双阴阳眼,能见王魂,每年七月中元节,鬼门大开,阿宝都会做些供品,然后点上蜡烛,插上檀香,让徘徊在阳间的孤魂野鬼吃上一顿饱饭。 今年七月,阿宝招就给王魂做了佳肴,遍地的孤魂野鬼中,有个叫苏联的,并未被美食诱惑,而是不停在人群中寻找一个叫阿福的男人。 阿福是苏联曾经的恋人,如今也不知是生是死,而苏联找他已经找了五十年,黑白无常出声提醒,苏联逗留人间的时间越长,关于阳间的记忆便会越少。 如果仍然执着于寻找阿福,甚至会失去投胎转世的机会,并因此灰飞烟灭。 苏联却并不听劝,他始终相信阿福还活着,还在人世间等待他。 寻找阿福期间,苏联愈发饥饿,阿宝为王魂准备的食物被一抢而光。 苏联迟迟没能吃上饭,探寻食物时,苏联意外和阿宝撞上。 阿宝下意识让苏联走路小心些,苏联既惊又喜,终于有人能看到自己,于是拜托阿宝给自己些食物,阿宝却装作没看见。 对眼前的女鬼置之不理,有一双阴阳眼已经够麻烦,他可不想和鬼搅合到一起。 苏联却自顾自上了阿宝的车缠着他,今天是外婆的生日,阿宝将外婆从疗养院接回家中,退身后跟着自己的苏联,依然不理不睬。 苏联也想进门,可门口贴了张符咒,他无法硬闯。 家中,阿宝给外婆做了顿简单却美味的生日餐,外婆提醒他,现在是农历七月,人吃饱了以后不能让鬼饿着。 给外婆清身后,阿宝拎着两袋祭品来到小区楼下,表示祭品苏联可以吃, 只是别再缠着自己。 饿极了的苏联立刻开吃,可瞬间,苏联脸色大变,眼前祭品的味道他再熟悉不过。 五十年前,苏联在阿福的摊位前买了碗面,对苏联,阿福一见倾心。 苏联正想用美味,一群黑帮来了,阿福和黑帮众人打了起来,苏联也在惊慌中拉起阿福就跑, 那是阿福第一次牵苏联的手,也是苏联第一次对阿福动心。 想到这段回忆,苏联又一次缠上阿宝, 他觉得纳闷,阿宝做的不仅是阿福的拿手菜,就连味道都一模一样。 但眼前的男人太年轻,和阿福年纪不符,苏联与世怀疑, 将阿宝做菜的餐馆老板或许才是阿福。 阿宝却白白手,觉得苏联是在胡闹, 杨言人鬼殊途让苏联别再来找自己。 上班前,阿宝仰将外婆送回疗养院, 拿成想放带的混混忽然找来, 此前,为了给外婆筹集手术费,阿宝找放带的借了不少钱, 混混出言不逊, 还打算对外婆动手。 情急之下,苏联发动恋力,将车里的东西一样样地往外扔。 见东西被一股神秘力量抛了出去, 混混以为见了鬼,索性连滚带爬,逃之夭夭。 阿宝对苏联表达了谢意,随后又果断地说了再见, 他并不想和鬼做朋友, 可也不知怎的,自从预见苏联后,阿宝便心不在焉, 甚至久违地尖交了鱼, 要再得跑到阿宝工作的餐厅闹事。 没想到餐厅老板先是帮着教训了混混, 后又替阿宝缓清了欠债。 阿宝很感激,老板人很好, 这些年一直很照顾他。 苏联却注意到老板手上的纹身, 和多年前阿福身上的一模一样, 意识到眼前的或许便是自己寻找多年的恋人。 苏联想要伸手触碰,可人鬼殊途, 如今的他再也无法抚摸心爱之人。 找到恋人后,苏联继续跟着阿宝, 希望阿宝能帮忙将自己来到养间之室告诉阿福。 阿宝依旧拒绝, 谣言就算苏联找对了人, 人鬼不同路, 他和阿福已经再无可能。 今晚,阿宝又一次为孤魂野鬼准备了食物, 阿宝碰饪的食物似乎有着神奇的魔力。 吃过几口, 苏联竟想起即将被自己遗忘的往事, 而他的记忆里全是阿福。 自从在面摊前出狱, 阿福便对苏联念念不忘, 苏联有副好嗓子, 是个在夜市唱歌的歌手, 某个晚上, 老板要求苏联陪课, 苏联不愿意, 还惹恼了客人。 当时, 是看场子的阿福出手相帮, 阿福是当地黑帮老大的得力助手, 客人这才放了苏联一马。 到苏联唱歌时, 阿福的目光全在苏联身上, 他已经被这个女人彻底迷住。 7月即将结束, 届时鬼门关闭, 苏联必须回到地府, 因此他拜托阿宝, 无论如何都要帮自己和阿福说上话。 阿宝依旧装作没听见, 可刚好餐馆的同事闻起蝶仙, 女同事还没送走蝶仙就松了手。 趁此时机, 苏联附身到了女孩身上, 同事被鬼上身, 阿宝无法视而不见, 拜托苏联不要伤害同事。 苏联的要求还是一样, 带他去见阿福。 为了不让老板被鬼吓到, 阿宝牵起苏联就跑, 苏联却彻底撒欢, 干脆跑到街上玩耍, 他已经好久没有做活人的感觉。 为了保护同事, 阿宝不得不四处跟着苏联。 世界满是好奇, 苏联想抓娃娃, 阿宝便帮他抓了好些个。 苏联想用顿热乎乎的饭菜, 阿宝又带他去吃回转寿司。 回答谢阿宝, 苏联问男生有没有和女孩接过吻。 阿宝摇头, 苏联便将唇凑了上来。 奇怪的是, 阿宝的唇令苏联再度想起阿福, 想起初吻的那个夜晚。 五十年前, 彼此熟失后, 阿福收留了无家可贵的苏联。 后来的日子里, 苏联帮阿福处理受伤的伤口, 阿福每日带亲手做的饭菜看望苏联。 渐渐地, 情愫暗生的二人开始牵手, 交往。 某个谎昏, 二人来到河边。 在这里, 苏联给阿福唱了自己心血的情歌, 那是他专门写给阿福的。 随着美妙的歌声落下, 这对情人在黄昏的景色下, 彼此热吻。 想起这段回忆, 苏联似乎面露惊讶, 随后离开了女同事的身体, 阿宝将同事带回餐馆, 老板一眼就看出, 女孩适才是被脏东西附了身, 于是立刻做法驱邪, 嘱咐阿宝最近一定要小心。 回家后, 走廊四处空荡荡的, 苏联不在, 阿宝的心中, 生起一股说不出的落寞。 所幸, 阿宝将门上的符咒接去, 似乎在期盼苏联回来, 夜色寂静, 苏联的耳畔传来熟悉的歌声, 那是五十年前, 他唱给阿福的定情之歌, 这首歌只有他和阿福知道, 可眼前哼唱这首歌的人竟是阿宝, 忽然间, 苏联意识到了真相, 原来他苦心找了五十年的恋人, 不是餐馆老板, 还是眼前的阿宝, 因为阿宝是阿福的投胎转世, 刹那间, 苏联化作厉鬼朝阿宝扑来, 他无法接受自己还在苦苦等待恋人, 可恋人却选择喝下了孟婆汤, 了却前生, 正说时, 餐馆老板赶到抽出法器, 苏联匆逃离, 老板在阿宝家门口重新贴了符咒, 并警醒阿宝一定要小心, 苏联不是普通的鬼, 几个时辰后, 苏联退去一身戾气, 他很自责, 是在自己险些伤到恋人, 黑白无常再度警告, 如果苏联无法控制心底的怨念, 迟早会变成一只恶鬼, 在此之前, 苏联可以回到地府, 喝下孟婆汤, 安心投胎, 苏联依旧执着, 他确信, 阿宝就是自己寻找了五十年的恋人, 在投胎之前, 他必须想起这些年被自己遗忘的爱恋前尘, 是在驱赶苏联时, 老板叫出了苏联的名字, 阿宝意识到老板或许认识这位女鬼, 一番有欲后, 老板向阿宝说出真相, 的确, 他和苏联是很熟悉的旧相识, 半个世纪前, 老板国药还是个孩子, 有着凄惨的童年, 靠四处脱东西才能勉强填饱肚子, 在那时, 国药遇见了年纪相仿的阿福, 阿福处处照顾和保护国药, 渐渐地在国药眼里, 阿福成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家人, 长大后为了谋生, 兄弟俩一起加入黑帮, 打打杀杀的日子虽然危险, 可二人一直互相帮衬, 甚至一度成为黑帮老大最可靠的左右手, 生活也日渐有了起色, 好景不长, 不久后, 阿福带回来了一个女人, 这人不是别人, 正是苏联, 交往期间, 因为担心阿福, 苏联希望男友别再过这种刀口甜血的生活, 为了女友, 在黑帮中执行任务时, 阿福会刻意避开一些危险的任务, 但后来, 老大打算新增贩卖药物的生意, 让阿福和国药负责, 贩药一旦被抓, 是要被判死刑的, 为了女友和保护国药这位兄弟, 阿福不惜带着国药退出黑帮, 与老大决裂, 国药没有说完后面的故事, 只是提醒阿宝, 一定要离苏联远一些, 那个女人很危险, 阿宝并不听劝, 回家后便将门上的符咒撕了下来, 随后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做祭品, 终于, 苏联再次出现, 并为当日险些伤害阿宝之事道歉, 经过相处, 阿宝也不由得怀疑, 或许自己的确是苏联口中的阿福, 阿宝希望苏联再说些关于阿福的故事, 苏联却有些悲伤, 他在阳间徘徊的时间太长, 若不是那日吃到阿宝做的饭菜, 他恐怕已经忘了和阿福之间的往事, 这便是亡魂逗留在人间的代价, 阿宝闻言拿出手中的饭盒, 希望苏联能通过品尝自己的食物回忆往事, 苏联吃了一口, 但这次他什么都没记起, 苏联还说道, 自己之所以确定阿宝就是恋人阿福, 是因为吻阿宝的感觉, 和那晚在河边跟阿福的初吻一模一样, 阿宝有些害羞, 听声说着自己也很开心, 苏联恍然, 阿宝虽然没了前世的记忆, 可在他的内心深处从未忘记自己, 就像那首熟悉的歌, 阿宝说自己从小就会哼唱, 每当悲伤时, 都是那首歌在陪伴自己, 说吧, 阿宝让苏联再试一道菜, 这次苏联之后仍然没有记起任何过往, 苏联有些哀伤, 他找了阿福找了五十年, 如今好不容易寻到, 却连猎人的手都握不到, 阿宝温柔安慰, 同时拿出做的最后一道菜, 没想到这次吃了一口的苏联, 立刻想起往事, 因为五十年前, 阿福曾给他做了道一模一样的菜, 苏联还记得, 那个晚上, 阿福不停躲步, 显得很担心, 因为好兄弟果药不听他的话, 最近在犯药, 或许是意识到将有事发生, 阿福将自己的平安符送给苏联, 当晚浓情蜜意的二人更是翻云覆雨, 正回忆时, 苏联忽然一阵头疼, 好在黑白无常现身, 无常鬼施法保护苏联的同时, 将果药的位置告知阿宝, 让他前去阻止, 阿宝赶到后发现, 果药居然正对一只木偶施展邪术, 似乎想取苏联的性命, 阿宝及时阻止, 苏联这才捡回性命, 果药却振振有词, 扬扬苏联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猎人, 还是向猎人报仇, 因为当年害死苏联的正是阿福, 阿宝不愿相信, 在他眼里, 苏联并非恶鬼, 而是个单纯的女孩, 看着和自己唱反调的阿宝, 果药的记忆被拉回到五十年前, 当年, 果药背着阿福犯药, 阿福发现后, 兄弟俩起了争执, 在果药看来, 罪魁祸首就是苏联, 自从苏联来后, 阿福便开始听女人的话做事, 甚至变得畏首畏尾, 为了保护兄弟, 阿福也给果药下了最后通牒, 杨杨如果果药继续犯药, 派人就别再做兄弟, 气氛之下, 果药将药全部倒光, 也是从那时起, 果药知道自己和阿福再也回不到从前, 因此对苏联, 果药的心理全是埋怨, 怨他破坏了自己和阿福的兄弟情, 成功阻止果药施法后, 阿宝匆忙赶回苏联身边, 他才发觉, 原来自己很担心这位女鬼, 黑白无常提醒阿宝, 明日是七月的最后一天, 阿宝如果有话想对苏联说, 便要抓紧, 苏联身体虚弱, 阿宝便将女鬼带到家中, 距离苏联离开的时间愈发逼近, 阿宝却不知该以怎样的身份与之相处, 于是询问女同事, 是否相信轮回转世, 同事的回答是肯定, 就像有些人第一次见面, 却好像似从相识, 同事相信, 人与人的相遇, 一定有着冥冥之中的原因, 这种较缘分的东西, 或许便是出自轮回, 另一边, 国药正在祭拜阿福, 苏联的出现, 已经令陈锋的往事不断揭开, 阿福想带国药从帮派抽身, 老大却不允许, 为了保护国药, 阿福孤身和老大谈判, 结果被打得死去活来, 同样, 为了保护阿福, 国药不许吞下老大吃剩的东西, 不管平日怎样吵架, 但为了彼此, 他们总能豁出性命, 和老大较量后, 阿福决定带女友和好兄弟一起离开, 计划去别的城市, 开进餐馆, 过太平的日子, 国药却不愿意, 这些年, 他已经在此生根, 在黑帮也混出了名堂, 一旦去外地, 就意味着要放弃冒着生命危险得到的一切, 在国药看来, 好兄弟想要离开自己, 甚至一戏之下, 杨阳阳和阿福决裂, 从此兄弟二人各走各的, 但那个晚上, 国药向女友吐炉心里话, 他想留下, 是希望自己和好兄弟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, 可阿福说走就走, 就为了一个女人放弃了好兄弟, 如今50年后, 苏联从阿宝的家中醒来, 他惊讶地看到, 阿宝的外婆, 竟是当年国药的女友, 自己最好的姐妹, 美兰, 美兰之间仍带着苏联当年送她的翡翠耳环, 苏联好高兴, 外婆美兰看不到苏联, 可眼中仍然情满泪花, 觉得是自己没能好好保护最好的朋友, 原来50年前, 因国药执意不肯一起走, 阿福最终决定和女友苏联离开, 启程的前日, 阿福特也做了一桌子菜, 想和好兄弟好好道别, 可国药仍然固执, 饭也没吃便起身走开, 为了让阿福不留遗憾地离开, 苏联追了出去, 希望能令二人冰视前嫌, 国药仍然不听苏联的解释, 甚至给了女人一耳光, 将自己和阿福的感情破裂, 挂在了苏联头上, 甚至在激动下掐住了女人的脖子, 故事说到这里, 美兰已经泣不成声, 她好思念多年未见的姐妹, 为了让外婆了缺遗憾, 阿宝偷来流眼泪, 只要在眼睛上涂了紫物, 就能看见鬼魂, 阿宝给外婆涂上, 等外婆再睁眼时, 眼前的苏联已然映如眼帘, 时隔多年, 姐妹俩终于能够说上话, 阿宝给苏联准备了饭菜, 可这次之后, 苏联体内的怨气又一次破体而出, 她已经想起往事的全部, 外婆也记起, 当年最后一次见到苏联时, 他们吃的正是眼前这道菜, 正是这道菜肴, 令苏联的记忆完全苏醒, 原来当时, 苏联在国耀的猛掐下晕倒, 国耀则瞒着阿福将女人带上车, 计划去找昔日的黑帮老大, 国耀知道, 自己和阿福脱离帮派, 老大不可能放过他们, 为了保护好兄弟, 国耀单枪匹马挑衅老大, 就在他被对方打得死去活来时, 阿福赶到, 同样是为了保护好哥们, 阿福最终开枪杀死老大, 国耀很高兴, 阿福终究没有丢下自己, 现在老大死了, 从此这片区的势力将属于自己兄弟俩, 他们可以在这里做任何想做的事, 国耀本以为阿福不会再想离开, 没想到, 在国耀的车上, 阿福发现自己送给女友的平安符, 意识到好兄弟将苏联带走, 阿福一遍遍质问, 极了争指间, 阿福的枪射穿了后备箱, 而后备箱里的是被国耀藏起来的苏联, 阿福这一枪射中了他最爱的女人, 目睹苏联被自己误杀, 阿福哭得声嘶力竭, 国耀道歉, 可已经来不及, 此刻, 苏联化身为厉鬼要找国耀报仇, 另一边, 年迈的国耀至今心怀执念, 为对付苏联, 国耀现实从法师处弄到那恶鬼魂飞魄魄散的宝剑, 再试图上牛眼泪, 摆好法师道场, 就等着苏联走入瓮中, 夜里, 化身厉鬼的苏联来了, 面对国耀设下的姐姐, 苏联无法闯入, 国耀进而摇晃铃铛, 企图震住女鬼, 阿宝和外婆赶来, 二人试图阻拦, 国耀将外婆拉入姐姐内保护, 阿宝却尝试着要唤醒苏联, 他不希望苏联被仇恨摆布, 可惜, 随着国耀一遍遍摇零, 苏联心中的仇恨战胜了善意, 趁着国耀不小心弄丢铛, 苏联扑身而上, 死死掐住眼前的仇人, 就像当年国耀对他那样, 生死关头, 国耀终于说出那句迟到的对不起, 伴随着国耀的道歉, 苏联的面目恢复如初, 国耀声泪俱下, 其实这些年他一直很愧疚, 却始终不敢面对年少时犯过的错, 此刻国耀不停替好兄弟说话, 要让阿福枪杀苏联并非故意, 一切都是自己的错, 听到国耀诉说愧疚, 苏联总算如是重负, 回想当初比起几人之间的矛盾和争吵, 那些本不该被遗忘的美好, 才应该被记住, 国耀将平安符摘下递给苏联, 那是当年阿福送给苏联的, 这些年国耀一直在替阿福悉心保管, 苏联接下平安符, 黑白无常随即来到, 今夜五十七月结束, 苏联需要回到阴间, 时间不多了, 苏联和阿宝坐下谈心, 他希望阿宝可以放手追求梦想, 去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, 明年还有七月中元节, 阿宝问苏联是否还会回来, 苏联轻轻摇头, 他在人间的心愿已了, 是时候该离开, 但至少这一次他可以和恋人好好说再见, 道别后苏联回到阴间, 阿宝也在阳间继续过生活, 每年七月, 阿福都会给孤魂野鬼做祭品, 去和苏联一起玩过的游戏城待上一整天, 去至最怀念的回转寿司, 可时间一年年逝去, 记忆中的那个人再也没有回来过, 15年后, 阿宝开了家属于自己的餐厅, 某天电视上一个女孩参加节目, 听到女孩的歌, 阿宝喜极而起, 因为那首歌是苏联的原创情歌, 是只有自己和苏联才知晓的回忆, 阿宝知道, 年岁多多转转, 自己与苏联终将重逢,